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2025年 北京这两个机场 共有1.7亿人次 其中国计航班有2500万人次 此前 德国媒体来因邮报撰文称 北京新建一座机场的速度 令柏林新机场的规划者汉言 自从后者奠基以来 中国人已经建成了60座机场 首都机场的建造速度惊人 开工一年半的时间 就已经超了一半的工期 据分析 在中国 搭乘飞机出行的需求 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如果这一新的基础设施 不能准时完工就会有问题 在北京南部的平原上 一个即将打破平衡的大型机场正仍然升起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枢纽 是国航 东航 南航三大巨头 在首都正面交锋 在机场落地的同时 新机场林空经济区 已成为除航线以外航起步局的 优异重点 根据民航总局发布的 2016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6年 全国民航运输机场 完成旅客吞吐量10.16亿人次 比上年增长11.1% 完成货油吞吐量1510.40万吨 比上年增长7.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